第一個就是母片的部分 這地方投影片母片 異數字的部分 一樣按右鍵 右鍵有個填滿 填滿效果 找到材質裡面的水滴 按確定 動畫 投影片的自訂動畫 用強調裡面有個叫變淡 變淡裡面的話 再來就是擷取前動畫 然後慢速 這地方選擇慢 這樣就可以了 流浪到淡水 這邊之前有一個 這個先移除 這樣第一題就完成 第二題就是把第二個背景按右鍵 把它儲存 儲存背景 就是標題的部分 把它儲存 圖片1 按儲存 再來的話 這個叫投影片母片的地方 然後把它插入圖片 從檔案 去找到投影片1的檔案 按插入就可以 再來的話 這個圖點兩下 它大小的話 大小是要18 所以這個地方要18.89 然後鎖定長官筆打勾取消 這邊的話呢 12.71 再來的話 這個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左邊採檢 在圖片這邊採檢左 在這裡6.77 這個比較容易找不到 再來的話灰階在這裡 灰階這樣就找到 大小圖片 位置的地方的話呢 它位置在哪裡呢 12.88 水平是12.88 然後呢 垂直是0.21 這樣就可以了 按一個確定 按一個確定 再按右鍵之後的順序的話呢 它要怎麼樣呢 送到最下層 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呢 投影片母片的標題 標題在哪裡呢 投影片母片標題在這裡 標題的話呢 它要黃色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選擇其他色彩 黃色 那自訂顏色252550 所以B把它改成0就可以了 按確定 再來的話 標凱體 所以這地方的話把它改成標凱體 36 這邊的話改成36pt 好 那初體 點一下 加底線 底線在這裡 至中對齊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第三題完成 再來是 投影片的母片內容 內容在這裡 它第一層 第一層在這裡 第一層點一下 標凱體 所以這地方的話 選擇標凱體 然後呢 字的話26 然後初體 段落之前 0.5 行距 所以這地方的話 找到格式裡面行距 段落之前有沒有 0.5 所以輸入0.5就可以了 段落行距 這地方特別注意 然後呢 加上什麼呢 這個項目符號 一個 一台摩托車 叫Windings的自行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是按右鍵 選擇項目符號 幾邊號 然後呢 這地方的話呢 大小先輸入125 好了 比較 不容易忘記 再來的話呢 它要我們呢 這個找到一個 不是圖片 它那個是 字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自訂 自訂裡面呢 找到一個叫 叫什麼呢 Web 頂的一個字型 在最下面 Web Web 頂的一個字型 Web 頂的字型 這裡的話 找到Web 頂這個 再來的話 找那個摩托車的部分 摩托車 有沒有找到摩托車呢 摩托車的位置在哪裡呢 在這裡有沒有 是不是這個摩托車 沒錯 按一個確定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有一個摩托車 那顏色的話呢 選擇其他色彩 那顏色它有跟我們講是 255 102 然後0 這樣的話呢 這個橘色 大小 125 大小125 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第一層就完成 再來第二層的話呢 橙色 所以這地方的話一樣 其他色彩 自訂的話呢 255 204 然後再來就0 所以這地方的話 輸入0 按一個確定 這一層 然後再來的話呢 再來的話呢 按右鍵 也是一樣 加上項目符號 右鍵項目符號 圖片的地方的話呢 找到這個字 匯入 匯入PPD C疊底下 這個Item GIF 然後找到是這個 這個沒錯 按確定 大小的話 按右鍵 項目符號 看一下是不是100 它沒指定 就不用去更改 那再來的話就是 格式 行距 行距它 0.3 改0.3 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動畫 內文的動畫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第三動畫 動畫部分的話就是 你就點 記得不要選 第二層 不然只有第二層 選它之後有沒有 按什麼 自訂動畫 然後選擇什麼呢 進入 用什麼方式進入呢 伸展 所以這地方的話 找一下伸展 有沒有伸展呢 伸展 在這裡 伸展按確定 那什麼樣的方式伸展呢 接續前動畫 所以接續前動畫 點一下 然後什麼方式呢 快速 快速跟很快速不一樣 快就是快速 然後呢 自左 方向的話呢 自左 所以要改一下自左 從左邊過來 這樣才正確 再來的話呢 除標題投影片外 在投影片 頁尾區域顯示 這個 就是 每個頁尾都要 有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變成說 我們要在哪一個投影片呢 應該在投影片母片底下有沒有 頁尾的區域 記得喔 不是標題投影片喔 是 那 我看一下 應該每個都要有沒有 就是說 在投影片頁尾區域顯示 這個網頁 然後它的 這個這個 都要有 然後呢 他說什麼呢 最後一個 非在母片上輸入 非 非的話就是不行的意思 所以喔 這個地方 如果當然 投影片的話一次 就可以了 可是問題這個地方 非嘛 所以關閉 關閉之後的話呢 要在頁尾的地方喔 那就是在這個地方找到 頁尾的地方點一下 然後他說呢 在頁尾的地方喔 頁尾的地方喔 頁尾 那這地方頁尾要顯示什麼呢 顯示這個 網址喔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輸入 http 冒號 兩個斜線 然後三個w 點 tamsui 點 gov 點 tw 然後斜線 的一個網址 頁尾的部分 那 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 他沒辦法去做編輯 我選擇全部套用好了 好 全部套用會出現有沒有 那這地方的話呢 全部套用就是每個網頁都會有 這個頁尾 好 就有這個位 但是問題我要去設定什麼呢 他的格式 因為我輸入上去沒辦法設定格式有沒有 所以這裡的話呢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在頁尾 記得是在這個地方做設定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 在這邊喔 設定他的字型 叫 tine new roman 的這個字型 這邊這個字型 tine new roman 這個字型 然後再來的話呢 設定大小20 然後再來的話呢 紅色字 所以這地方的話 選擇紅色的 0 0 這樣子喔 然後 出斜體 出體斜體 都要有 好 那這個格式的話呢 在投影片母片裡面做設定 那在 如果說看到 他這個地方的話 是在投影片 除標題投影片外 所以其實 標題投影片裡面 是不需要的 有沒有他第一句話 那這裡的話 我們剛剛在 在這個地方 有個插入裡面 有個叫 在檢視頁手頁尾裡面 我們這個地方 記得要把它打勾取消 不顯示 按全部套用 那所以這個地方設定 只要設定這裡就可以了 那tine new roman 會跑掉 我看一下 格式自行 從這個地方設定 好 確定 確定以後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一題 我們把它另存心檔 PPA 03 儲存就可以了 好 20分 沒問題